我们犹太资本想狙击香港 耶稣都拦不住 我是索罗斯 我的身家 以联合国中42个成员国GDP海保 被我们犹太家族盯上了 都是我 英国被我打出欧洲汇率基础 墨西哥金融体系被我打得倒退了五年 泰国太书被我打成了废纸 东南亚金融危机 是我金什么样的 老子唯一一次失败 也是在97年 97年 欢迎回家 以后你就自己管钱了 还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做我的提款机还差不多 97年 我看准香港的汇率漏洞 做了三次投机性费 我赌中国不敢出手 你看 香港毫无还手之力 我瞬间就蒸发掉了他们2.2万亿港元 17万人负资产 无数公司财源倒闭 无数年轻人排队跳楼 为了阻止我的抛售 中国香港选择了跟其他国家一样的司法 赶紧想想办法 当务之急是提高市场利率 流出港币 打击国外吵架 最好的办法还是那招 对反复通过流动性机制 介入港币的银行 收取惩罚性高息 不出大哥手量 他们果然提高利息 现在现金都跑回银行了 老师股市全崩了 横子跌了1万点 香港必败 香港的死亡明明进入了倒计室 可是中国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 有消息说 中国派出了国行央行的副行长 拿出了1200亿外汇阻止我的收购 不管是不是这 免得夜长梦多 8月份我就能彻底拿下香港 我要他今天死 给我把横止价格打下7500点 老大 现在我们连五毛钱都打不进去了 老大 有股神秘力量 那就全抛 我看他能接多少 那一天 平均每分钟3.5亿的交易量在交流 中国居然用1200亿外汇储备 来稳定股市和货币 下午4点收盘钟声响起那一刻 我输了 这次损失 对我们犹太资本来说 九牛一毛 但这账 总有一天 我要跟中国好好算数 还有这次损失 这次损失 我会说 我会说 你会说 我会说 感谢观看